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奥巴马近日宣布关于卸免部分非法移民的行政命令作出回应 在场亦有一位华裔的无证移民和到场的媒体民众 分享他自己作为无证移民的亲身体会 于今日早上在蒙氏召开的回应会上 亚美公议促进中心执行理事斯蒂威克·国会众议员赵美森 对奥巴马新通过的行政令一致表示支持 资料显示 在美国平均每8个亚裔人就有1个无证移民 其中华裔无证移民约有30万人 国会众议员赵美森表示 总统奥巴马新通过的行政令 能够使更多的亚裔能够正常生活和工作 无需再担惊受怕 他同时也表示移民局对美国工作签证数量的限制 使得美国每年流失大量人才 如果需要改变这个局面 人们今后必须更加积极推动美国移民改革 今天出席记者会的还有一位华裔无证移民 刘向阳 今年17岁的他4年前由于家里面资金不足 被逼离开父母来到美国和舅父一起住 由于刘向阳在美国没有合法的身份 这样也带给他很多不便之处 虽然刘向阳并不受益于奥巴马新通过的行政令 但是他还是对自己今后能够获得合法居留权充满了希望 他同时也鼓励其他符合要求的无证移民 好好利用今次的机会 如今美国有超过130万名亚裔无证移民 而加州则包含了其中的41万 当中有7万6千人是华裔 天下维视记者马俊采访报道